那我們現在來解決一下這個UV問題 這比較容易解決 因為如果說我們現在只有看背面這個鏡頭 實際上,正常來講我們是要把這個UV的攤平 可是我們現在只有看背面的話 我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選擇 在Polygon模組下面嘛 然後Create UV 然後用Planet Mapping 平面投影的方式嘛 然後你自己看一下現在軸向什麼 現在是Z軸,直接選Z 然後直接Polyget 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 我現在如果想把它放大 就是它比例放大的話 這個沒有夠的話,你看一下 它會直接把這個人塞滿到這個畫面裡面來 可是因為我知道說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影片我只知道這一塊 這一塊是我要的畫面對不對 那我可以把 因為我為了讓影像跨體更好 那我可以直接把這個UV 把它放大 直接選好了,這樣有點翻選 你可以直接這樣就按右鍵 按右鍵,選UV 然後直接把這個人直接選起來 然後直接用Scale模式 按R嘛 我直接把它放大 然後故意把我要的這一塊呢 正常來講UV是不對的 就是我們正常的模式就是UV一定要塞在這個畫面 對不對 那我是因為 因為 為了我這個影片 就是我只是想要看這一段 所以我只 需要 看的是這一塊 這一塊 所以我故意把這一塊把它放大 想要讓我的解析度 影片解析度好一點 就是貼圖解析度好一點 所以我故意把它放成這樣子 所以你能看到你的影像 它到時候再跑的時候呢 它就不會出現那個問題 不過再一個問題點就是說 你的影像可能還在調整一下 不然你看它其實這樣會出現一些 像這個已經拉扯了 看一下有沒有拉扯 對會比較長 就是這個部分可能到時候要修一下 等一下 我會再跟你講說 直接在模型上面畫貼圖 那這個貼圖 如果說你像它這個有點變形的話 我們事後 可以在MAYA貼圖裡面再去改 好 那你們先把這個UV重新再修正 做一下修正